在要进入考试的阶段 一个博士生必须向伦敦大学注册 要提交他的registration form 我们一直在问蔡同学 你进入博士班要考试的时候 你的口试的registration form在哪里 从头到尾都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对不对 所以伦敦大学跟伦敦政经学院显然 他们当然知道蔡英文没有学位 因为这些东西找不到 难道你的论文不见了 三个图书馆都不见了 你偏偏的关键的一些重要的证据签名 统统不见了 留下了全部都是台湾的总统府 透过调查局的恶观陈诗婷 偷渡进去的内容 这些人将来民行事速追 包括英国的部分会缠着你一辈子 所以我要告诉你 这些人最好在地球上消失 不然的话 你们接下来会面对台湾 英国美国所有可能 或者是是格不是格 我们都会告你 因为我们会把这件事情 贪在全世界的阳光下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 蔡同学当时 他缴交论文博士的题目的时候 他被审查 是在1983年的6月通过的 1983年6月通过的 那么1983年6月通过他的博士题目 他的论文考试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他的博士论文的提交是1983年6月 1983年6月提交 接下来4个月后1983年的10月16号进行口试 是一个beautiful sunday 换句话说蔡同学是1983年1月19号 批准了他的博士题目 大家听好这时间有点混乱 1983年1月19号批准了他的论文题目 他竟然可以在1983年的6月份 写完他的400多页的论文 这会很可笑 你看看400多页的论文是在多少时间写的 4个多月 曼泽5个月之内写完的 好 他写完的时间 提交的时间 是据他讲的是1983年的6月 当时的Vivi 它是1983年的3月 但是Vivi 的论文是很早就审查的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Vivi 的 submission 我们看看他的全文 他说to advance the examination phase the PhD candidate must submit an entry form 我就一直在讲你的 entry form 在哪里 for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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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the entry form to the academic regis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Vivi's date of entry of examination was March of 1983 蔡's date of entry for examination was June 1983 好 所以你在进入考试的阶段 你要提交你的 entry form 好 Vivi 的 entry form 是1983年的6月 蔡英文的 entry form 她说是1983年 Vivi 是1983年的3月 蔡英文说她是1983年的6月 那差别在哪里 我们再往下看 根据伦敦大学的规定 蔡英文她必须提交三份装订的论文副本 根据伦敦政经学院的规定 蔡英文必须提交到口试的现场 除此之外 伦敦政经学院的法规 所以要求博士生要授权把论文 提交给伦敦大学的图书馆 就是所谓的Senate House Library 以及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 并且可供公众参考 以及管纪间互相流传复印 这个是白纸黑字的相关规定 我把英文念了一遍 免得我们超译 President Tsai was required by University of London regulations to submit three bound copies of the thesis 三份装订好的论文 and under LSE regulations to submit to oral examination 以及根据伦敦政经学院的规定 到考试的现场要缴交出去 为了考试的规定 所以各位想一想看 他至少印了四份 自己手上还有一份 班底怎么考试 所以他至少有五份在地球上 不是这样吗 三份给学校 一份给口试 一份自己口试用 再来 Further University of London regulations require the PhD candidate to authorize the submission of the thesis to build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library Sandy House library and the LSE library and be made available for public reference inter library long and copying 讲得很清楚了 他要有三份的论文 到哪里呢 到伦敦政经学院 而且的candidate 要authorized submission 这个thesis到伦敦政经学院 跟伦敦大学 而且还要made available for public reference 你要把这个东西 放到公共领域当面 而且要让图书馆之间 要互相能够借阅跟copying 就是要互相能够 制作副本或者复印 好 接下来 事情是越来越荒唐 根据伦敦大学的规定 蔡英文 他这三份论文 论文要在管计间流通 我讲一句很不客气的话 再烂的论文 再烂再烂再烂的论文 不管是什么 诚实份的啦 或者是谁的 不管怎么样烂的论文 绝不可能 没有人引用 所以蔡同学的论文 从来没有出现在public domain 他从来没有出现在public 所以才会连他自己都没有引用过 一个论文是zero citation 这个绝对是 这绝对是这个世界奇闻了啊 应该可以进入金氏记录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这段说啊 这个Vivi的学生档案啊 他有一份呢 是写给伦敦政经学院主管的信件的副本 要求这个examiner 特别是external examiner 就是外部的口试委员 要提供建议 还有一些正式的一些协议 就是说最后完了以后 这个口试委员要写一个正式的 比方说你哪里要改 哪里要做什么修正 然后哪里写得很好 要做一个这个这个statement 我问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这个 毕业的学生 他们跟我讲说 他记得他当时拿到这个statement厚厚一点 他吓了一跳 他说快要比他的论文还多 但是要看每一个外部指导教授的风格 但是起码写个实业了 对一个博士生 那是一个基本的尊重 难不成蔡同学连这个指导教授口试完之后 写给他的这个所谓comments 建议他都搞丢了吗 难不成伦敦政经学院 跟伦敦大学也都搞丢了吗 那为什么VV有呢 好 这个VV的学生档案中 有一份是写给伦敦政经学院主管的信函副本 要求审查的这个口试委员 提供建议跟一些 非正式的一些有一些相关的内容 而在蔡英文的这整个案件当中 这个Information Commission Office 就是英国的资讯特论官办公室 在2021年的11月26号 他描述了伦敦政经学院 他所说的一些考试规定 却大有不同 他是说伦敦大学那个时候是负责监考 所有的这个考试的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原文 他说InVV's student file was a copy of letter to the LSE supervisor requesting recommendations and informal agreements for examiners However in蔡英文's case of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On November 26th 2021 On November 26th 2021 Outlined a somewhat different procedure as explained by the LSE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was responsible for invigating any examination 这就奇怪了 同个时间毕业的 有两套不同的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蔡英文要写进去问说 你们的规定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走过 这就是我说的 没吃过猪肉 也没看过猪走路 现在要一本西游记来看看猪长的什么样子 这就是蔡英文跟英国伦敦大学要修业规定的原因 你自己念过博士学位 你去问什么修业规定 你就把你的当时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内容 就给大家看就好了 没有一个人会不保存他博士的经历 那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一个血汗的过程 我是故形目建访三年 究童的一国伦敦特色 对吧 我们下架的时间